你走去問問他們吧,看是不是這樣, 你很明顯,他又講另一套故事給你聽, 實際上很明顯就不是, 其實我覺得你比較的話, 這些比較可能都是很表面, 但是我會覺得我們要理解, 今日這班年輕人和以往這班年輕人都不同, 其中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們本身成長已經有較為富裕的社會環境, 所以其實實際上他們在一個國家, 在一個成長過程, 特別是在港英回歸, 直到這個後期,過老期這個階段, 我們是沒有特別針對著一些, 我們雖然口裡沒有這麼說, 公民教育等等, 但是沒有特別強化公民意識, 做一些很深入而細緻的工作, 反而教學政策改變, 社會政策改變, 令到這班年輕人面對很多生活的, 我們以前沒有需要面對壓力, 雖然社會是窮以前, 但是我們一旦讀書, 基本上不用擔心, 要找兼職去經營士讀書的人, 始終是少數, 但是今天, 要找兼職的學生是多數來的, 但是真的他們, 無論消費模式, 揹著債, 各方面都令到他們有需要去做兼職, 我們有學生, 是全時間讀書, 同學全時間做事的, 這樣說起來很神奇, 但是真的有這麼多人, 不是偶然一個兩個, 是一班裏面有幾個的, 他有問, 他有問, 我們現在教書都很慘的,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現在夜晚堂多個, 我自己夜晚堂多個人頭堂, 因為我負責高program, 是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on, 我們有副攤學生, 有副攤學生, 政府早幾年剪資源, 就是沙士之後剪資源, 剪了資源之後, 我們就要加班學校, 加班學校是日夜校一起上, 有一個人想, 那日校就夜校, 沒有由夜校就夜校, 因為假設夜校, 那些人要上班, 我們初初都很擔心, 死了, combined class, 要日校學生晚上上課, 他們會不高興的, 每天可以投訴的, 我們都很擔心, 事實證明, 學生不單不會不高興, 還很高興的, 為什麼呢? 他寧願選擇夜晚的課, 日頭上班, 所以現在我們是很多學, 不是很多, 是每班都總有三幾個, 可能不止, 有些我不知道, 是真是同時全時間讀書, 但是全時間頒工, 即是很普遍, 每天都有的, 現在夜校那些, 同樣有一科, 夜晚有一組, 日頭有一組的話, 夜晚應該做很多, 日頭一組, 我們現在教夜晚, 都比日頭, 譬如Summer, 一個星期, 我現在Summer, 一個星期上兩行, 上兩晚的都要, 日頭一組, 日頭一組, 有時學生, 日頭一組, 是正經經紀的地方, 真的有時會有什麼現象, 他們很多都因為各種原因, 有事情做, 經濟壓力很大, 社會壓力很大,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 其實, 他們本身都, 我會覺得, 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想法, 不是很成熟的, 很多理由, 我當然不是說, 一分老吊子, 一代不如一代, 我都不想這樣說, 因為我們不是這樣說過, 我們自己講過人, 但是我會說, 現在的學生和二次學生, 的氣質是不同了, 是不同了, 他們很自我的, 固然有些學生會很, 某些階段很積極投入, 一些運動或活動裡面, 但是, 基本上, 他們都是, 希望在過程裡面, 自己得到一些經驗, 他們有很多個人的追求, 會分了那些時間去, 所以,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但問題是要解釋, 為什麼, 在高鐵事件之前, 我們不是那麼警覺到, 有很多學生出來, 現在, 為什麼這兩年多了呢, 這個正如我一開始的說法, 這個就是我們和早幾年去比較, 90年代至, 剛才我說了60年, 70年代至80年代, 我們很少說90年代, 90年代, 實際上, 相對來說, 就是青年參與, 參與那個所謂社會事件, 最冷淡的一個階段, 我想大家都, 我看回大家的年紀, 應該大家都感覺到, 應該都知道的, 那個階段是最冷淡的, 為什麼呢, 當時, 沒有什麼好爭論, 因為, 中英談判也都陳海落定, 主要矛盾也都陳海落定, 經濟發展, 當然肥板搞那些三圍板, 一段時間起了一些激烈討論, 但是做不成一個運動, 最後都是在回歸, 這個大前提押了下去, 大家都接受回歸之後, 可能有好轉呢, 第三呢, 經濟經濟好, 機會多, 所以大家都忙於, 樓價升得快, 大家都忙於快點讀完書,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矛盾, 真是很挑動到, 鼓勵到年輕人出來參與, 90年代普遍有這樣的年代, 但是, 金融風暴之後呢, 我們將今天的青年人, 跟10年前比較兩解, 10年前呢, 你很少見到, 一大班年輕人, 走出來試試, 甚至那時候, 有些人說, 害怕, 六四都沒有人記得了, 慢慢過多10年之後, 有些人害怕, 害怕年輕人不會, 但你看到最近幾年, 你突然間, 為何在維園六四晚會的時候, 多了這麼多年輕的面孔呢, 然後, 你見不到高鐵, 這麼多年輕人出來的呢, 為何, 就是, 測試事件的時候, 今年的測試, 你見到很多年輕人, 很年輕人而已, 今晚, 原來有些中學生, 接著後撲去的, 原來, 圍立會,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這樣呢, 我覺得其中一個理由呢, 正正因為今天, 那班年輕人, 他們經過了金融風暴, 金融海嘯, 經過了現在一連串的 教育制度改革之後, 實際上, 他們覺得, 沒有, 再加上政府, 事實上, 過去的表現, 過去幾年表現實在太差, 所以做成的結果呢, 他們其實, 你問他, 你想一下, 你未來五年會怎樣呢, 這樣, 很多年輕人說不出的, 事實上, 這個很可惜, 大學生都是這樣, 我們很多時候都問同樣的問題, 九七, 九八年的時候, 我們問那些學生, 你畢業之後還要怎樣呢, 這樣, 很多人說, 快點幫忙吧, 更快上車吧, 我馬上說, 那時候, 樓價升了, 那時候, 樓價還是泡沫經濟, 那時候, 回歸初期, 有段時間很樂觀的情緒, 當時, 我們這些學生, 到了八月九年, 大部分都想著, 怎樣盡快, 儲少一點錢, 問谷企姐, 更快上車, 找一個做, 九七, 九八年前, 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事實上, 所以, 他們當時, 沒有什麼, 無論政治上, 經濟上, 當然, 回歸很有爭議的, 但是, 他們那一代, 基本上, 也沒有一種很強烈的, 感受到八十年代初, 那種爭論的階段, 種種的矛盾, 他們看到, 九十年代, 慢慢, 一步一步, 迷行回歸, 基本法, 就倒閉了, 然後, 各種安排都開始做了, 他們見到這些事情, 那些, 當時的程序, 普遍, 比較, 舒暢, 寬鬆, 此次的機會, 也相對比以前多, 但是, 03、04年之後, 那些學生仔, 就慢慢, 我想, 比較多是感覺到, 自己, 雖然讀完大學, 但是, 面對的, 前景不明朗, 也都在這個階段, 也都開始擁有一批, 我們叫負債的新一代, 你知道, 01年, 特首, 董建華, 說要六成大專升學率, 接著, 就搞了一個副學士出來, 自負盈規這樣,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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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焦斌就說, 副學士, 將來的那個升學前景, 是相當的港幅的, 我們會大幅度增加, 增加這個, 二年級的學位, 讓你們行接上去, 這樣, 他真是這麼說的, 到了05年, 第一批副學士, 畢業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 才發覺, 不是這樣的, 第一, 好多借了一次讀書, 第二, 就是說, 原來二年級學額, 好少的, 第一年, 都八百幾個, 全香港, 八百二十幾個, 二年級學校, 就比, 當時, 當時都不算很多副學士, 當時六千多人, 六千多人, 那, 接著, 羅萬聰明又說話, 羅萬聰明就說, 大家不應該將這個, 副學士, 看成為, 升讀大學的一條, 必然的路徑, 副學士呢, 亦都可以成為一個階段性的終結, 這樣, 我們當時, 我們都被學生圍, 我們都被學生圍, 我們當時, 在, 理大最早成立那個, 社區學院, 成立社區學院, 我們就將部分文憑課程, 轉移了去社區學院, 做這個, 就是, 副學士課程, 當時的想法, 就真是樂觀的, 政府說過, 會大幅度增加二年級學位, 讓他們可以, 就是, 譚視光, 不用到第一年, 那時候, 一年, 最初的事, 開票, 那快結束, 那年, 幸好, 那年,